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日前指責正在遭受疫情海嘯中的中共政權故意感染全球人民 因為該國準備在COVID感染創紀錄激增的情況下 重新開放邊境 1月1日蓬佩奧在The Cause Roundtable上接受企業家脫口秀主持人卡特希·馬迪斯的採訪時表示 3年前的混亂場面會再次出現 可能有多達100萬 100萬 100萬的中國人被感染 他說 50%的中國人都在旅行 我們沒有理由再次允許他們這樣做 將中國感染者送往世界各地 故意感染全球各地的人 蓬佩奧在採訪中還警告 中國突然重新開放國門 所釋放的病毒可能會感染數百萬人 並且全世界應該繼續為3年來新冠疫情給各國造成的損失 包括600萬人失去生命而追究中共的責任 中國正在努力應對尚未達到頂峰的爆炸性的COVID-19疫情 根據網上泄露的衛健委內部的會議一份備忘錄 在12月1日到20日期間 估計有2.48億人 總人口的18%感染了該病毒 當即上週宣布1月8日將重開國門 取消清零政策中最後剩餘的限制措施 該政策顛覆了數億人的日常生活 並重創了中國經濟 自12月7日至今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新冠病毒在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開來 加上當局數據不透明 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 尤其擔心中國會出現毒性更強的新變種病毒 意大利是2019年底 該病毒在中國出現後第一個受到COVID-19重創的歐洲國家 意大利已經要求對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新冠檢測 包括進意大利前往其他目的地的旅客 米蘭的主要機場於12月26日起開始對來自北京和上海的旅客進行篩查 經發現兩個航班陽性率達到了大約50% 美國上週宣布 將要求旅客在登上中國飛往美國的航班之前 出示COVID-19陰性結果或康復證明 美國疾病控制於疫防中心表示 該措施旨在減緩COVID-19在中國大規模爆發期間在美國的傳播 因為它所謂的中國缺乏足夠和透明的流行病學和病毒基因組序列數據報告 該機構正在考慮採取措施 例如對國際航班的廢水進行採樣 以追蹤潛在的新變種 近來 中國各地醫院人蠻為患 人們不得不在寒冷的冬日坐在馬路邊打點滴 以及火葬場外鄰車大排長龍的視頻和圖像在網上瘋傳 引發了人們對中共官方信息的普遍質疑 近來 來自中國各省市的區域數據估計 某些地區的感染率可能已經超過了50% 這比中央披露的情況要嚴峻得多 根據四川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2月26日的一份聲明表示 人口超過8400萬的四川省感染率超過了63% 紀錄透社報導表示 儘管感染人數呈螺旋式上升 但中國在1月2日只承認1例新的COVID-19死亡 自從12月7日突然180度改變政策方向以來 死亡總人數僅僅增加了12人 中共當局將新冠死亡的定義更改為 死於新冠引起的肺炎或呼吸衰竭 不包括其他與COVID相關的原因造成的死亡 以及基礎病患者的死亡 紐約時報12月23日報導表示 世界衛生組織突發衛生事件負責人瑞安表示 這種狹窄的定義將大大低估真實死亡人數 世界衛生組織12月30日再次敦促中國衛生官員定期分享有關該國COVID-19情況的具體和實實信息 同時繼續評估最新的感染激增情況 1月21日除夕將開放為期兩週的中國新年假期 近三年來 中國人將首次自由的旅行 普遍預計人們對假期旅行的期望有所增加 中央電視台稱 中國鐵路期間預計將運送550萬名乘客 有官媒稱 海南三亞一些酒店在中國的新年期間已被訂滿 英國健康分析公司Alfinity的最新估計顯示 1月23日即中國新年的第二天 中國每天因新冠病故的人數可能多達25000人 預計感染將在1月13日達到第一個高峰 每天有370萬例 Alfinity在12月29日發布一份聲明中表示 目前該病毒每天在中國感染180萬人 自12月1日以來 累計病例總數為2040萬 Alfinity 12月30日表示 這表明中國很可能每天有11000人死於病毒 是一週前估計的兩倍還多 根據中共衛生專家的估計 目前已有6億人感染 高峰時估計將有11億人感染 已被擠兌殆盡的醫療資源 近時將崩潰 新年一時 前中共央視女主播歐陽夏丹在社交媒體發視頻 這是她時隔3年後再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 歐陽夏丹被傳與原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關係密切 因涉嫌孫力軍案一度被調查 視頻顯示 歐陽夏丹1月1日在抖音個人帳戶上發布了一條短視頻 你好2023 正式入住抖音 鏡頭中她身著紅色衛衣和羽絨背心 下達休閒褲 她的模樣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一改往日的瀏海造型 自稱和粉絲分享生活 說新的一年 出來曬曬太陽 視頻的IP顯示為北京 身份認證信息為主持人 歐陽夏丹生於1977年7月28日 廣西桂林人 1999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 現中國傳媒大學 1999年至2003年 在上海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工作 主播過上海早晨 新聞夜線等節目 2003年8月 進入中國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 主播經濟頻道早間資訊欄目 第一時間 2009年7月 加盟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 主播央視新聞頻道共同觀眾節目 2020年4月19日 中共官方通報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立軍落馬授查 當時據傳多名央視女主播 涉案被帶走調查 歐陽夏丹在2020年4月28日主持新聞聯播 在難完以後 歐陽夏丹就徹底消失在大眾面前 其去向無人知曉 2020年8月12日 海外媒體人和平在視頻節目中披露 孫立軍落馬後 董青和歐陽夏丹先後兩天內被中紀委帶走 兩位央視主播涉及孟建柱 孫立軍案 而兩人的履歷都與上海緊密關聯 相關消息也在網絡熱傳 同年10月 日本產經新聞引述多名中共消息人士的話 證實了這一傳聞 稱歐陽夏丹正在接受當局的調查 當局在調查他與孫立軍的交友關係 根據消息人士透露 歐陽夏丹也有可能不至於被逮捕 配合調查後就被釋放 但是重新回到主播的職業 估計無望 報導說 目前無法知道歐陽夏丹與孫立軍的真實關係 但是中共高官與央視女主播關係曖昧的情況並不少見 2014年 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被抓時 兩名央視女主播也卷入其中 中共央視被稱為中南海後宮 許多央視女主播傳出與中南海高官關係曖昧 卷入中共前常委周永康案的央視主播沈冰葉迎春 在周永康落馬後一同銷聲匿跡 當時也曾傳出歐陽夏丹捲入周永康案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 歐陽夏丹2003年8月進入央視經濟頻道 於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李東升結識 並成為李東升的情婦 2009年7月 他進入央視新聞頻道 同年李東升調入公安部任職 據說 李東升將歐陽夏丹送給時任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在周永康的安排下 歐陽夏丹成為央視新聞聯播主播 據央視消息人士表示 新國聯沒有靠山 正因為他想找個靠山才捲入了周安 中國大陸COVID-19疫情嚴重 衝擊昆山 吳江等地企業供應鏈 回到臺灣的台商向台媒透露 只能用慘烈來形容當地的疫情狀況 而臺灣檢測來自大陸的500人次中 陽性率高達近三成 據中央社報導表示 從擴山回來的台商披露 自中共當局放開疫情管控之後 工廠一半以上人員都已經感染 生產線幾乎呈上下游停擺狀態 有些老闆甚至問員工 年終獎可不可以不發 這3年疫情反覆封控 疊加上海封城都讓生意跌落 這波疫情等於是再次打擊 經營實在是困難 台商指出 先前還可以避環生產 現在連要這樣做的條件都沒有了 也許3個月內就可以撐過這波疫情 但是究竟要拖多久 沒有人知道 而且往後可能還有好幾波感染 他說 由於感染率實在太高 他所在公司12月25日 即宣布已早放元旦廉價 他認為 中共當局放寬防疫太突然了 醫療資源 工衛教育還都沒有做到位 又選在病毒最活躍的冬天放開 另一名蘇州無疆某製造業的工作人員也透露 公司員工幾乎全都染疫 廠方在12月中旬就讓外地打工人員都返鄉了 一般說來 會在12月底結算工資後才讓人回去 不過 因為當地陽性率過高 加上訂單減少 公司乾脆提早讓員工放假 他說 因為在全球經濟景氣欠佳的情況下 訂單早就減少了 最壞狀況早已經發生 雖然目前訂單量減少 不過在染疫缺工情況下 還是會鼓勵員工能上工就上工 報導稱 景氣不好 疫情衝擊等負面影響 也反映在台商台幹提早回臺過農曆春節上 他說 很多台商台幹這幾天都回臺灣準備過年了 過往都會在小年夜或是小年夜前一天才返台 這也顯示了 現有業務量並不需要那麼多人留守 不如提早放假回家 據ET Today新聞報導 臺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2號表示 1號自桃園國際機場入境的大陸赴臺灣旅客 共採檢524人次 其中陽性為146人 陽性率為27.8%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和點讚 我們明天再會 訪報導 歡迎收看 Gasgo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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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